大家好啊 我是一人和 我从蒙古回来了 走哪哪下雨不玩了 命太苦了 过两天再出去 然后回家发现一块地没求 是一个网友给我邮过来的一个茶样 是云南宝山隆陵的 隆陵是在宝山的最南边 那个地方海拔高度和渔水都不错 瞅瞅啊 看看什么茶 一旦的生菜 还有俩石头 这个应该是 马脑 宝山的宝山蓝红 咱这哥们有点小心眼 有两块好料啊 这个明显啄子紧了 看看茶吧 先整两泡试试 看看这茶怎么样 这个头茶量并不多 因为生菜的 它吃龙八酵的 不像亚饼的那个东西 我喜欢喝头茶量比较大的 这水已经烧了一会儿了 然后晾了一小会儿 哎哟 丑了汤色典型的生茶 而且是新茶 刚才那个出水出了两泡了 再来一泡 什么从监缘注水呢 不用那么麻烦啊 试茶的时候没那么多说法 滤网飞泡我都没漏了 留下的多半杯 剩下通通倒掉浪费 这冷香也不错的 是木香中带一点花香 这个茶品质能挺高的 口感呢 苦涩稍微重一点 是因为我头茶量比较大 然后拿开水直接浇的 如果泡茶的手法稍微缓一点 会更好一点 还行 综合平分现在暂时 7分以上吧 一会儿得看看耐泡度 看它尾泡怎么样 现在是第十泡左右了 接近于尾水了 看看夜里 好烫啊 哎呦 这掉了 还行啊 这个不是台地茶 夜底戳不睡 牙头也不错 牙翼尖尖都挺好的 剩这些茶分成两份 一半我天天喝 另一半找一个大点的密封好的养袋 里边湿度给到70% 然后打上存养 模拟一个加速转化那个环境 看看转化效果是怎么样 如果转化效果好 今年纯的茶 年底送礼的就这个了 就拿它压个几百饼 应该就够用了 感觉应该它的品质还不错 这茶还真不错 真挺好喝的 然后吧 有挺多人都说那个生扑耳伤味 说喝完之后会喂它 这个呢 说这话的人吧 不光生扑耳伤你喂 你什么烤地娃呀 生酒菜呀 都伤你喂 他这个不是茶的事 也不是那烤地娃的事 也不是那酒菜的事啊 是你喂的问题 我记得佛经中 能言经有句话叫 如银以手指月四人 彼人因子应当观月 就是 是说你什么事情要看清楚本质 我拿手指月亮的时候啊 你应该看着月亮 你别看我手 就是说胃有病呢 就去看胃病去 别让什么普洱茶呀 什么绿茶呀 这些很好喝的茶去杯果 然后说一些什么 这个伤味那个寒气重 没有这事啊 胃疼嘛 就是胃平滑肌精卵嘛 对吧 或者是某些东西刺激到你 胃酸分泌了 大概这么个情况 然后之前我说到这个观点的事 有很多人跟我排放啊 就说啊那那那你说说这个 怎么能让这个茶不上胃 对吧 你有本事做出这个 谁喝了个不上胃的茶呀 这个纯就是排放早能的啊 这个事情不是不能完成 很容易就完成 但是得给我很多条件 就是说我要把那个 胃病患者他们喝的那个茶吧 都拿去做一个化验 然后看里边有什么物质 然后呢还要把这个 胃平滑肌精卵的这个 治病精锐里去捋清楚 然后呢再找到他们的相关性 然后呢再去除一些 诱导胃部平滑肌精卵的物质 然后呢还要做临床的分组对照实验 这个保守估计也得小几百万吧 这个课题研究成 你不能说你抬个杠 然后我就倾家荡场去做一颗 科养的这么一课题 对吧这个不现实 就是胃疼呢该治病治病 该去医院去医院啊 别让这个茶杯黑锅 茶的东西挺好喝的 其实你喝不了你就别喝 至于说呢不是每个人 他们都具备一些条件去喝茶 什么的我不是说有钱没钱的事啊 你看比如说我我有鼻炎 从小就有啊那种鼻豆炎 我就玩不了成香 我对那个味道就不敏感 然后就是适合喝茶的人去喝茶 然后适合玩熏香的人去熏香的对吧 不能说你不适合你就把这个东西说的 沉香都是片岩的 你看我闻什么都那个香气都差不多 那这是我鼻子有问题 那可能你要是说这个茶什么伤胃 或者喝什么都口感 那可能是你味蕾啊和这个肠胃啊 消化系统有点问题 就是该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 然后我们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去能喝茶 每个人都能玩熏香每一个人都能欣赏 自画什么对吧 就有人喜欢听歌剧 有人喜欢听二人传嘛 喜欢什么玩什么就好了 不强求不强容不是一个圈的人对不